好了 前桃園市長鄭文燦呢 因為涉灘案件遭到收押 而他原本11號晚間呢 應該要來主持 全國同軍大陸營的開幕典禮 也因此呢沒有辦法出席 不過呢 身為總會長的總統賴清德呢 沒有改變計畫 還是照常的出席 不過呢 被問到鄭文燦的涉灘案件 遭到收押 賴清德並沒有正面回應 再度的謝謝我們 所有的貴賓們 也已經到了五分現場 而同一天晚上呢 行政院長卓榮泰 則是在台北出席活動 被問到呢 鄭文燦遭到收押的消息 馬上頭也不回的呢 離開現場 院長 鄭文燦被裁定羈押了 你有什麼看法 院長 不過其實呢 卓榮泰9號的時候就有回應 不論黨派 不論何人 只要涉及不法 都應該全面偵辦 盡待司法離清漢結果 而今天呢 鄭文燦也正式被收押 民進黨各個大頭 嘴巴上不說 但心裡都有數 以上的最近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